姨姨 爹 你這麼晚 怎麼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你說 最近你整天出去 晚上我才回家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我…我們… 跟著回去 寶大叔, 你聽我說 你不用說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 我可以叫我弟弟抓你 告你拐大娘家父女 寶大叔, 我對爺爺爺是真心的 是啊, 爹爹, 忠哥對我很好 閉嘴, 女孩子怎麼不知醜 李忠, 你明知道我對嬴兒有意思 你還跟我爭, 你算甚麼 人家根本不喜歡你 是你對嬴兒有意思 你自作多情 你現在是傷傷人 你不要說我 不要說我 我以為是甚麼事 原來在爭風喝醋 我以為是邊屋人家黃花歸女 原來是人稱醜八怪 賴蝦毛的武大郎女 武大郎, 你也算好命了 自己這樣的樣子 生個女兒一群人搶著腰 你們說是吧 是呀 不過同遊城始終是同遊的 爹這麼沒用, 女兒又好得去哪兒 易兒 別用了, 遲些就算了 臭丫頭, 你要安心 爹被人笑得臉都黃了 你明知道那些公子哥兒 一向看不起我們 你還給我機會是你爹 是我們無聊的, 你要管他們 閉嘴 我以後不准見你 為甚麼 他是賊 他是甚麼?他偷了別人 被人趕出店舖 我養了你這麼大 難道眼白白見你嫁給那些賊嗎 可是他已經…他已經趕了 回房間 拉上去 靠兒子 不知道為甚麼那些人 這麼喜歡拆散鴦 破壞人家庭幸福 不知道是腦子有問題 還是吃不值得呢 你說甚麼?你畢竟是盈兒的侯娘 你不太好管教他 不得了 讓他在外面認識不三不四的人 現在還要單單打一顆 打甚麼阿鳳 我說你真 人家做賊今天怎麼樣 做賊也好過你 一手毀了別人的幸福 其身不正, 罵人不應 你自己做了那麼多恩賊事 你有甚麼權話的女兒 阿鳳 阿鳳 你想怎麼樣 我上來就當你睡覺了 你幹甚麼呢?你喝甚麼要走啊? 你要睡就你睡地上了 你不要走上來啊 我要睡地,你今天沒甚麼應徵跟我說 我們由現在開始認識的夫妻 走開 是呀,我就是睡了 走開… 你打我 你打,你想打死我,我都不會跟你睡 看你的口罩得多久 阿娥,阿娥 真是賤人,敬酒不喝不喝罰酒 誰都要燒起我的火 我要跟你正式說多一次,你聽清楚 從現在開始,我和你是正式的夫妻 以後家頭世毛,你一樣都要做粥 洗衣服,煮飯,一天三餐 早上還要拿飯出檔口給我吃 做笑一樣,你休想一個好日子過 我中仔就是你做的 我去看你的家 我來看你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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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都還沒出來 郝大叔, 還沒去吃飯了嗎 還沒, 我讓我老婆拿出來 她說說而已吧 不會, 她對我這麼好又這麼聽 那倒是, 不過剛才走過麵店 看見她在吃麵 我知道了, 她打算吃完麵 打包給你吃了 雲哥 吃點水, 好不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請我吃一顆, 行不行 可以… 謝謝 來 你幹甚麼 來的 瘋了 我打人了 誰人在唐外擊鼓, 帶他進來 大人, 文父潘金蓮 有事要請大人你作主 那你壯高何人 我要告我丈夫武大郎 武大郎 武大郎, 警察甚麼事 你妻子現在在衙門 他告你打他和虐待他 所以我們奉陳大人之命 帶你回到衙門 小文說是見陳大人 武大郎 你是不是原素人潘金蓮的丈夫 是 你妻子控告你 無故毀打他, 由惡意毀判他 有沒有這樣的事 大人, 我… 那紅塘之上不得隱瞞 快快從實招來 是, 小人知錯 我的確是打過金蓮 因為剛才我喝多了點酒 我看見他在麵檔和我男人勾搭 我一時光顧眼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所以我… 大人, 文父一向守府道 從未有行差答錯 他根本在誤告我 還有借意打我 不是呀, 大人 我明明看見他在麵檔和我男人勾搭 有說有笑 他根本就不當我是丈夫 你根本就沒資格當我丈夫 公堂之上不得喧嘩 武大郎, 本官剛才已經審問過麵檔的食客 他說跟你妻子只說了兩句話 你就把他推到地上 這件事分明是你多心喘測 而且酒醉三分省 雖然喝了酒 也不能借故打你妻子 你無故打人 本官隨時可以把你收監 知不知道 小人知錯 大人, 武大郎已經不止一次 虐待我了 我再不能忍受到他的毆打 肯定大人你把我們夫妻分開 夫妻之間 床頭打架床尾王 小小爭執又何必要分開呢 大人, 我是被迫嫁給武大郎的 我跟他根本一點感情都沒有 我們倆根本沒有感情 勉強在一起也不會有幸福 大膽民婦, 婚姻喜同兒戲 無論你願不願意 你和武大郎都是名正而順的夫婦 風俗禮教 女子嫁夫一定要從一而終 又怎能隨便改嫁 大大人 無謂多說 這些芝麻綠豆的家庭糾紛 本官沒有那麼多精神處理 總之以後你們記住 夫妻相處一定要相敬如賓 做妻子的對丈夫要一心一意 不能有異心 做丈夫的也要尊敬妻子 武大郎, 本官官連你初犯 和你三個月內不准喝酒, 免生事端 如果你再犯, 本官一定不會輕患的 知道沒有? 隱形戰隊, 言語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